好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十章叫重积分的内容 那么这一章主要是分成二重积分与三重积分 其中我们评目前数学数学三的考生只要二重积分 至于三重积分仅对数学一 这是我们说的内容上的区别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学习这一章 不管是二重积分还是三重积分 一定要有一个类比的意思 类比谁呢 咱们在上侧学过一个重要积分 叫谁叫定积分 A到B上的定积分 那么定积分它的定义 它的性质以及它的一些截略 可以类比到这个地方复习二重与三重积分 至于怎么类比 那我们一会通过讲解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对照 比对一下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从第一小节 叫二重积分的定义和它的性质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二重积分呢 这个地方在咱们教材上 135页到136页有两个实例 其中尤其中尤其是135页这个实例 大家一定要刻下花点时间 认真阅读一下 就是那个曲边 这个曲顶柱体的体积这件事情 哦这个背景大家要认真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来带着大家将二重积分梳理一下 好我们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在上侧学到的一个定积分这件事情 嗯 好这是Y轴 X轴这个地方有一个曲别 叫Y等于FX 好 这有左端点A右端点B 当时我们为了计算这个图形的面积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将它分割 分成了好多好多份 啊然后呢 先算其中一小块 然后再累加 对不对 啊再取一个极限 那最终得出了A到BFXDX 那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个极限 啊Limit Limit 7项于0 然后呢是求和 然后呢 I从1到这个N 然后呢 干什么 I是不是底层高 F一个点 再乘上ΔXI 我们知道 这一小块 我们是不是记作了叫ΔXI 然后呢 又随便找了一个点 哦 随便找一个点 是不是叫CXI 然后底层高 得到什么 得到整个这个红色小图形的面积 然后再求和累加 再取极限 最终 得到整个定级分 那这个思路 其实可以完全 对比 推广到我们的二重级分 那具体展示出来 那比方说 这个地方是Z Z轴 这个地方是X轴 这里是Y轴 原点 如今摆在你面前 不是有一个曲边了 有一个曲面 曲面块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Z等于FXY 那么它往下投影 它往下投影 哎 投成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 我们叫做D D 如今 我想算 这个投影 跟这个曲面 咱俩围成的一个空间体的什么 体积 那这个地方叫面积 你注意 啊 在平面中叫面积 空间中叫体积 我怎么算这个体积呢 我们知道体积 是不是应该等于底面积成高高 可是呢 这个高是变的 那我们就类比定积分 干什么 我在这个位置 找一小块 那么这一小块的面积 我叫做ΔσI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这一小块往上对 对啊对 是不是对出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柱体 那我就把它当成原柱体 对不对 原柱的体积 是不是底面积成高 底面积有了 高是谁 高 是不是随便找一个点 在这个地方 随便找一个点 叫CosI 这个点的高度值 是不是作为我们的这个高来用 于是底面积成高 就得到它的体积了 那表述出来 就是这样写 二重积分 Fx5i 第四个嘛 当于谁 也是一个极限 然后呢 求和 然后呢 和中有两项 底层高 那高是谁 高是Fx3i 豆号1tai 第一是ΔσI 那你看 这两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把定积分的很多事情 加以推广 通通得到二重积分 那你看 他们两个完全一样 定积分研究平面 二重积分研究空间 这就是有关二重积分的定义 我们就帮大家解释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定义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第二个就是有了定义 我们往下谈一下二重积分的几何背景 那实际上这个几何背景 在这个定义中 已经帮你展示好 展示完全了 我们知道定积分干什么 定积分是不是应该是表示整个图形的 什么 是不是整个图形的面积 所以这叫面积A 那么二重积分呢 是不是应该是表示整个空间体的什么 体积啊 所以一个表面积 一个表体积 哦 对不对 那所以把它表述出来 那就写成这种形式呢 如果二元函数这个高 是大于等于零的 如果Fxy大于等于零 那么这个二重积分就是什么 这个二重积分就表示 以这个F为顶 以区域为底 构成的一个曲顶柱体的体积 所以它叫面积 所以它叫体积 完全一样 好 那么第一个话题 二重积分的定义 二重积分的几何背景 我们就帮大家梳理到此处 那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书上135页 一直到138页 它的一些文字描述 那么再往下来复习二重积分的性质 那刚才我们看到 不管是二重积分的定义 还是二重积分的几何背景 二重积分 是不是都能够读作定积分的一种推广类比 那么自然我们相信 二重积分的性质 也可以拿谁啊 也可以拿定积分 干什么两个字推广得来 大家想定积分讲过哪些性质 第一有关等式 第二有关不等式 第三终止定义 那么二重积分 那也不例外 也有这三个层次的性质 比如第一个 等式的性质 一座积分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区域的面积 这一条在定积分怎么写呢 是不是A到B的定积分 如果是一座积分 表示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表示这个区间的长度 叫B-A 对不对 定积分用长度 它那个投影是一个线 线用长度来描述 二重积分投影投成一个面 一个面用什么 用面积来描述 所以一座积分 表示这个区域的一个面积 在数值上 第二个就是相加性 这个叫线性性质 KEF加KRG可以分成两项 第三个就是区域的可加性 一个区域分成两个不重叠的区域 这三条类比定积分 那么不等式的性质也有呀 也有三条 第一个 F小于G F的积分小于G的积分 第二个 先积分再绝对值 肯定不超过先绝对值再积分 那么这一条在上册 是不是俗称 哦 这个地方叫谁呢 想到没有 这叫王阳补劳 那么这个地方叫谁呢 想到没有 这叫位与筹谋 对不对 王阳补劳不超过位与筹谋 第三个就是估值 如果函数有最小值小M 和最大值大M 那么整个积分 要被你限制在最小值乘面积 和最大值乘面积之间 那么这三条性质 大家翻翻笔记 在定积分也有呀 所以完全类似 那么还有第三个性质 叫积分中值定理 你定积分有 我也有 那就是我A这个 我区域上的二重积分 等于一个点乘面积 定积分怎么写呢 A到B的定积分 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点 乘上这个区间的长度 那你看 他们完全一样 都有这三种性质 等式不等式 和积分中值定理 好这是我们回答的 有关二重积分的 这个三组性质 咱们书上是分开写的 写了六条性质 我把它整理成三组 好 那么再往下就是来看一下 二重积分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计算的一个技巧 叫什么呢 二重积分的对称性 定积分也有对称性 那对称区间 积函数为0 偶函数为2倍 二重积分有没有呢 它有没有积函数为0 偶函数为2倍的结论呢 如果有 那用起来很方便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的确 它又沿用了定积分 也有这个积函数为0 偶函数为2倍的结论呀 好 那么具体来看 第一个 我们叫做普通对称性 说如果积分区域地 关于Y轴对称 比方说我们画一张图 这是Y轴 那这是X轴 圆碟 好 这个地方区域地 关于Y轴对称 第一是整个区域在右侧的部分 好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 那就是谁的呢 这就是第一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说这是第二 整个区域是D 好了 这个区域地 关于Y轴对称 这一点看清楚了 哦 它是关于Y轴对称 那么你关于Y轴对称的话 我要研究 这个G偶星怎么研究呢 杰伦是这样讲的 如果二元函数 对埃格斯是偶函数 那么显然等于一半的二倍 如果对埃格斯是G函数 那么怎么办呢 那这个地方等于0 这就是它的基本的对称性 那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呢 大家可以用那个什么呀 柱体的体积去简单分析出 有这样的结论 比方说我简单帮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取一个维源 面积叫Delta Sigma I 面积叫Delta Sigma I 那么对称的位置 也有一个面积 也叫谁呢 它也叫Delta Sigma I 这个面积是一样的 对不对 大小一样 因为是对称的 然后怎么办呢 在这个地方取一个点 叫XY 那么对称的这个点 应该叫谁了 是不是应该叫做 负X豆号Y 对不对 大家想 那么右端 右端这个小的区域 对应的体积是谁 你想哈 VU 右边的体积 就是Delta VU 这一小部分体积 是不是等于底面积称高 底面积称高高 那就是FXY 乘以底面积Delta Sigma I 可你在想 左端的体积是谁 这一小块 左端的体积 应该由左边的底面积称高 好 高应该叫F-XY 再来个谁 是不是底面积 Delta Sigma I 我们说过 这两个底面积 是完全一样的 大小一样 那么只跟谁有关系 只跟这个高有关系 好 来 咱们想 第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高 对X是偶寒数 那你想 对X是偶寒数 是不是表明是FX 等于F-X 表明这两个高干什么 是不是表明这两个高相等 好 如果是对它是偶寒数 表明高相等 对不对 表明这个高跟这个高相等 好 你俩的高相等 你俩的底面积相等 那么你俩相乘还相等 说明 此时 这个右边的体积 跟左边的体积 将相等 那相等的话 我是不是只要算右边的R倍就行了 你说对不对 好 再来 如果对X是偶寒数 那表明这两个高相什么 相反 对不对 那相反的话 是不是规定一下 其中一个高如果取正 另外一个高取什么 取了负 那么待会咱俩相加 一正一负加成谁 加成了零啊 你想是不是个道理 那这两个位置加成了零 那相应的对称的位置一加都是零 所以整个大的区域的积分 那就是零了呀 你说对不对 那这就是偶寒数为R倍 积寒数为零 这个结论的由来 就是从这个高去分析出来的 从这个体积这件事情分析出来的 好 这是关于Y轴对称 那么同理还有什么结论 关于X轴对称 如果你是关于X轴对称 那是不是要分上下两部分 好 第一是上半部分 也有这个结论 如果是偶寒数 同样得R倍 如果是积寒数 同样得零 那这个结论都是第二来的呀 但是这个结论用的时候 应该注意一点 注意哪里呢 这个二重积分的对称性 大家看 要看几个东西 是不是要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要看这个区域关于谁 如果区域关于Y轴对称 那么倍积函数要检查对谁 是不是对X的机有性 如果区域关于X轴对称 这个函数要看对谁的机有性 是不是对于Y的机有性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就是二重积分的对称性 积分区域看Y轴对称 倍积函数就得检查X的机有性 那么如果积分区域关于X的轴对称 倍积函数要看Y的机有性 这样去看 看不同的字母这件事情 好 那么有关这个对称性 我们就说到此处 这是第一种对称性 那么还有一个对称性 显得更为重要 这个定积分就没有了 这是特殊的对称性 叫轮换对称性 那么什么是轮换对称性呢 刚才普通对称性 是讲的积分区域关于X轴 关于这个Y轴对称 那么如今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对称性 讲的是积分区域地关于谁呢 关于Y等于X这条线来对称 那这种区域有很多呀 你比如我们随便画一个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画一个区域 这有一个小圆 这那有一个大圆 那么这两个圆 是不是围成了一个区域地 我说这个区域 是不是就是关于典型的 关于这个Y等于X是对称的 对吧 如果你的图形 这个区域 关于Y等于X这条线对称 那么有个结论 结论就是 在这个区域 这个等号其实讲的就是XY干嘛 XY互换积分不变 它有这个规律 只要你的区域满足关于Y等于X对称 那么请记住 只要这个区域有这种规律 那么这个积分中 X改成Y Y改成X 两个积分是相等的 这叫轮换对称性 X换Y Y换X 咱两个积分相等 这一点考研特别喜欢考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有些题 巧用这种轮换性来做 比较简单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相等 我们一会通过一个题 跟你解释一下 那么以上这三桥 就是我们复习的第一小节 叫定义性质 以及它的对称性 尤其是这个对称性 两条 普通对称性和轮换对称性 下面来看这个对称性的考题 大家把教材翻到这个总习题10 总习题10的这个185页 185页有这个第二道题的第二个选择题 185页 有这道题目 185页 第二个选择题 说给了一个二重积分 负A到A Y大一等于X的小A 又给个第一 为整个积分等于谁 这就是考大家对称性这个题目 来 首先我们画个图 把这个区域简单描写一下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假如说我就画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Y轴 那么这个地方是X轴 这是原点 他说是负A到AX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一起说这是负A 那这个位置呢 这是正A 那Y呢 又是大一等于X小A等于A 那Y大一等于X 那Y等于X是这条线 然后小A等于A是这条线 这是A 那这样的话呢 描出来 就是这个三角形 对吧 就是A B C 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围成了一个区域D 第一是谁呢 第一是X从0跑到A 然后呢 Y从X跑到A 那就说明了 哦 原来说这个地方 是第一 对不对 这个蓝色的小区域 这叫第一 整个绿色的区域是D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区域没有对称性 普通对称性 是要讲关于Y轴 或者关于X轴对称 如今你发现 这个三角形 它根本没有所谓的对称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样来看 给它加一条线 大家把OC线连在一起 OC线连在一起 我把这个地方叫第二 这个地方叫第三 这个地方叫第四 请问 是不是有了对称性 发现谁跟谁对称 显然 第一跟第二 这两个区 是不是关于Y轴对称 它关于Y轴对称 还有第三和第四 第三和第四 关于什么 是不是显然关于了X轴对称 这不就有对称性的吗 然后来我们回答一下 那么整个积分D写的是XY 再加上这个CosX 然后CosY 然后DXDY 那么它应该等于谁呢 来我们一起书写一下 等于 是不是D1加D2 分成一步 XY 再加CosX3Y DXDY 然后呢 再加另外两个区 D3再加D4 然后还是XY 再加CosX3Y 是不是DXDY 好了来 开始回答 第一第二这个区 关于谁对称 第一第二 我们刚说过 是不是关于 第一和第二相加 是不是关于Y轴对称 关于Y轴对称 显然这里面要看谁的机偶性 是不是要看对X的机偶性 那么大家看 这个地方对X是G是偶 是G是偶呢 那我们找 第一项对X是G 这是个G 第二项对X呢 对XY当常驻 对X这是偶 那当然这就指的对X而已 再来 第三第四 相加关于X的注意对称 那里面要看谁 要看Y的机偶性 这一项对Y还是G 后面这一项对Y还是G 答这是对Y 好 前面对X后面要对Y 好了 那你发现还是倍了 G函数对称为0 O函数为2倍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 哦这一项就没了 然后后面这一项呢 就是2倍了 于是把它表述出来 就等于了 这个2倍的第一 然后cos X 3Y DX DY 后面都是G函数 那对称区域 积分为0 所以答案最终 等于2倍的第一 2倍的第一 cos X 3Y 那就是选择A选项 那你看这个题就是考大家典型的什么 普通 对称性 啊 普通对称性的一个经典的考题 先添加一个辅助线 然后呢 发现有能分出若干戈对称的区域 然后呢 再逐一检查 这里面的G函数积分为0 O函数积分为2倍 最终选了A 好 这是我们教材的一道题目 好 我们再看这个 第二 关于一个轮换对称性的这个重要结论 这个呢 咱们刚才已经提到过这个结论了 如今 再帮大家就是简单的就这个结论 做出一点说明 说FXY跟FYX 那他们两个呢 就是将XY对调了一下 在一个区域上都可积 这个区域呢 关于Y等于X这条线是对称的 证明有如下两个等式 其中第一个等式用的少 第二个等式用的更多一点 也就是咱们前文提到的这个轮换对称性 第二个就是著名的轮换对称性 我们来就这个题 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轮换对称性 至于第一个结论 也有 可以用一下 第一个结论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单独带着大家去解释第一个结论 留作客下的一个思考 你想一想第一个结论 应该怎么去证明它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轮换性 他俩为什么相当 我们这样来想一想 大家看 假如说呀 咱们在一个空间中 这样看 这是Z轴 好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个地方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D 但是这个区域呢 是关于Y等于X那个现实对称的 好了 然后呢 它往上往上跑 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个投影 这个有一个曲面块 好 这里有一个曲面 这是它的投影区域D 那这个地方呢 显然叫Z等于FXY 好 那为什么说这两个积分是相等的呢 那怎么解释它俩呢 咱们这样考虑一下 其实这件事情呢 用几何背景去看 它很简单 你想 对于左端这个积分 V1 代表一个体积 叫这呢 DFXY Dc个码 左端这个积分 就是表示现在这张图形的体积 表示这个体积 那么大家再看 右边的积分 按理说也应该表示什么 也应该表示一个图形的体积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体积为什么相等呢 你想一想 这个投影区域 它是干什么呢 投影区域是关于这个Y等于X的这个线对称 这是整个区域D 那你思考一下 如果大家将X改成Y Y改成X 你想哈 哦 这个X的地方改成Y Y的地方改成X 这样一改 请问大家 这个区域变没变 是不是还是这个区域 是不是下面这个投影区域不会改 你将X地方改成Y 凡是X的地方都改成Y 凡是Y的地方都改成X 这样一改 积分区域D 还是这个D 是不是这个底面积没动 那么你底面积没动 对应的那个高 是不是还是同一个高 对不对 那底底面你没动 高没动 那底面你称高 称的结果也不会动啊 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体积干什么 它是同一个体积 就是谁 就是这张图呀 你说对不对 它就是这张图呀 只不过呢 是两种看法 第一个积分 怎么看 第一个积分 是在这种坐标系 XOY坐标系 XOY坐标系 看 看出来的是我们这个积分 是这个V1 是这个积分 这是在XOY坐标系看 可是第二个积分呢 是在哪里看呢 是将X这个调改成了Y Y改成了X 在什么 在YOX坐标系中看 你说对不对 他们就是这个变化 看FXY改成了FYX 就是将X改成了Y Y改成了什么 是不是Y改成了X 就是变化了这一点 看这个问题的角度 那么你放在XOY这个观点中看 是这个空间体 你放在YOX观点中看 还是这个空间体 体积永远没有动 所以二者干什么 二者同一个体积 那所以咱们两个干什么 咱们两个相等 这就把它说完了 这就是著名的什么呀 轮换对称性 那么至于第一个结论 大家可以效仿这样 你也能够很容易正德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如果上半部分叫第一 下半部分叫第二 咱们两个单独做积分 那也相等 为什么相等 你想一想 第一跟第二 咱们两个差什么 咱们两个 是不是其实是关于Y等于X的这个线对称 然后呢 在第一上拿FXY做高 和这个FYX做高 那么这两个高 干什么呢 这两个高 是不是相当于将XY对调了一下 或者说呢 第一和第二是怎么得来 是不是对调XY 对调了这个XY XY对调 是不是趋于第一变第二 这个高变成那个高 那两个地方都是相应的改 就是换成另外一个这个方向去看它 那当然体积也是完全一样的了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著名的轮换对称性 这个观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尤其是我们说这个结论之 非常的重要 很多题 就是考研真题 大题小题 那这几年都特别喜欢考这种对称性 轮换对称性 普通对称性难不住你 比较简单 轮换对称性 它比较稍微的 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想到 那可能就走了一些冤枉路 但如果能想到轮换对称性 可能这样做起来是方便很多的 好 关于轮换对称性 我们就帮大家整理到此处 那一句话概括 就是如果积分趋于D 关于Y等于X这条线对称 那么你将X改成Y Y改成X 这两个积分是相等的 就是这件事情 XY互换 互换之后 积分相等 轮换对称性 那么以上三条内容 就是我们整个第一小节的主要内容 它主要是涉及的一些 这个性质 一些重要的技巧 比如对称性化减的技巧 至于究竟该怎么样 去算一个真正的二重积分 那要留到我们的第二小节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再去谈算二重积分的方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